就变得更神经了是吧 因为有点不太 就变得有点不太正常 hello大家好 我是丁耀树 hello大家好 我是老李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景已经变了 因为太久没有更新 没有录新的视频了 对 我们应该说好久不见 因为我们到泰国已经一年了 我们到泰国一年以后 给大家做个汇报 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心情变果 对 就大家能看到的我们 改变呢 首先就是我很多朋友会说 可能我有时候发朋友圈 我朋友会说 哇我觉得你现在看起来气色很好 虽然你变黑了 晒黑了好多 但是你的整体的精神面貌 包括你的肤色 整个人看起来很健康 因为最大的改变 就是我们的生活作息的规律 改变了很多 因为之前在国内 我们的生活作息非常不好 就是一直是熬夜 有时候甚至熬到天亮 我相信这是很多 在国内的加班人的一个常态 大家都这样 对 然后还有就是朝九晚五的生活 包括你可能工作压力非常大 导致你的面部非常憔悴 非常反正就一直感觉很疲倦的感觉 压健康 大部分人都是压健康状态 那你觉得你现在已经摆脱压健康了吗 差不多 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基本上都会大概在七点左右起床 就是原来根本想都不敢想的 有可能 八点左右七八点 原来基本上是七点才睡觉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这里有可能是大环境的影响 因为它没有什么夜生活 然后你想吃宵夜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选择的去的地方 在国内时我们也办健身卡 应该是就很累 你没有精力去健身 基本上我买的所有的健身房的私教 包括所有的课 只有普拉提是坚持练了 然后其他的私教基本上都是把钱送给了健身房 基本上去了一次两次就再也没有去过了 要么就是没时间 要么就是精力不够 然后在这里可能觉得生活放松了很多 然后包括时间也变慢了 也拉长了很多 然后有精力去做很多别的事情 现在感觉现在的体质 然后包括整体的坚持面貌都好很多 第二点我们要说的就是物质欲望的降低 我相信很多来泰国的朋友 包括宜居的 包括旅居的 都有感受到这一点 因为泰国首先它的冬装可以不用买 这是最简单的 冬装很多东西都可以不用买 一年四季就一双拖鞋搞定了 我球鞋也基本上不用再买很多 虽然我也买了 但是相比以前来说减少非常多 买东西也更理智一些 就不会被周围的环境影响 肉圈然后出去看别人背什么包 然后就会焦虑 说的是我吗 对因为我们那个圈子就是对这个要求 你们那个圈子 每个圈子都一样好吧 是吗 上班族也是一样 对你们那圈子也是一样的 就是看你开什么车 然后看你今天新出的东西 你有没有买 包括很多现在国内的朋友 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圈子里头 我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 就是它会用物质去定义你的一个 标准成功与否的标准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 所以你就很非常拼命的往自己身上贴标签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改变是非常大的 就来这好像我觉得没有人会在乎你背什么样的包 因为可能是小地方的原因 可能在曼谷 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人还是会追求这些东西 但是在清脉就是没有人会关注这些东西 整个的一个社会的评价体系有一样 对对对对 因为在国内的评价体系就是用物质 或者用外在的东西来评价你这个人是成功与否 对 有的人会说清脉的消费很低 有的人说清脉消费很高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虽然消费水平降低了 但是并不影响生活质量 就我觉得我们的生活质量反而比在国内的生活质量 还高了很多 但是花的钱比在国内少很多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生活标准 因为有很多人说在清脉很贵 你花钱的多少和你的生活的质量不成正比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看你跟像我们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来比的话 以我自己来说我是降低了物欲降低了非常非常多 三点就是饮食方面的问题 饮食方面的变化 就我妈经常会问 你有没有这个吃 有没有那个吃 然后怎么怎么样 一说你不会想吃火锅吗 前两天咱吃了那个例子 我拍给我妈 我妈过到泰国还有例子 他们好像觉得泰国什么都没有 对 虽然也是有很多东西是没有的 就是国内你当然吃惯了中餐的 你到泰国来肯定是有要舍弃一些的 但我们就选择自己做比较多 就在国内我会每天 我们之前视频有做过 我基本上每天都是两杯奶茶 然后宵夜小龙虾 我们俩基本上每天都吃宵夜对不对 在国内 所以你就变得非常胖那段时间 还有脂肪肝 就很不健康 然后来这边之后也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点 就是没有那么多选择 那我借了奶茶 因为这个奶茶实在太难喝 对他们这边就是跟国内没法比 这点是真的不得不承认 如果有好喝的也 我可能也会喝 太难真是太难喝了 对就没有很难喝 然后选择很少 你要吃的宵夜 因为他们这边的烧烤 我真的吃不太惯 我就也借了烧烤 也借了宵夜 而且很早碎 基本上这个东西就完全告别了 然后还有一个改变就是一年四季喝冰 有可能在国内只是夏天喝 但是在这边就变得就是每天 我们为此还买了制冰鸡 然后从把奶茶换成了咖啡 因为咖啡店太多了 然后我们每天在家也自己做咖啡 对 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压力没那么大了以后 你就进食的欲望就没那么大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就想要吃那些甜品来 来让自己释放压力 恶性循环 对 然后就越来越胖 皮肤也越来越不好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有很多朋友问我们说 比如说我们去露营 我们去户外去徒步 有很多人看我们视频就会说 有好多虫子 有蛇 你们害不害怕 相信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个看法 然后又说 你在那边有你们住的别墅里 有没有什么蚂蚁 小动物 对 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们也非常 我也非常害怕 我看见壁虎可能还会尖叫那种 那就是我 就是然后现在时间久了 一年之后了 徒手抓壁虎 我每天 因为我们家那个水池 每天都会有三四只壁虎在里面开灰 然后有现在已经可以徒手把他们抓出去 因为他们爬不出去嘛 有可能要动手把他们抓出去 现在壁虎已经成为了我们家的一个宠物 不能说是宠物吧 那你还给人家取名字 小虎 小虎 那个小胖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大自然的 你是要跟他去和谐共处的 就你有一次跟我说 就是你觉得 你觉不觉得是你搬来了别人家 这本来是他们的房子 然后你是一个不速之客 你闯进来了 你打乱了别人的生活节奏 和别人的生活的环境 来泰国以后就整个的一个人与自然的一个关系 你可能要重新去审视一下 这一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就是我是一个很热爱大自然 很热爱小动物的人 就是你看我们家狗狗到现在 他们跟院子里的小动物都相处得非常好 虽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残忍的杀戮 但是我觉得那是大自然的一个 对吧 一个生物链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事情的发生 就是我觉得要遵循这种自然而然的发生 对 我们刚搬过来这个新访的时候 就是后院有一个黑猫 然后就躲着吓得 就很害怕那种 然后我就觉得 他是一直生活在这个房子里的 一直在后院那生活 对 结果我们搬来就把人赶走了 我还有一点点内疚 我觉得人家本来在这住的好好的 然后被我们打破了这个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生活习惯 他们这里的垃圾是我们之前说过 垃圾可能一个礼拜收一次 或者收两次 不像在国内 垃圾网那一放就有人收走 有人帮你弄走 对不对 在马路上也没有垃圾桶 对 所以就逼迫你少去 产生那种垃圾 产生那种垃圾 对 就是我们最大的生活上最大的感悟 你觉得下一点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说 不太去给别人贴标签 比如说像有的自媒体博主做大了 然后别人会在背后议论 评论他什么的 我们基本上不会 我们只会去看到别人怎么说 比较优秀的一面 他觉得他做得很好 或怎么样 不太会去评判别人的生活 在这边的评价体系 几乎是没有外在的 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最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来泰国生活的很多是因为泰国人的包容性非常大 对吧 他们可以接受任何个性 包括性别 对吧 各种不同的关系 他们都完全都可以包容 然后他们会鼓励加赞美 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我觉得这点我在泰国人身上学到挺多了 而且他们相当的自信 而且有一点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精神生活足够的丰富了 你没有时间去评判别人 没有时间去用英语怎么说 评判 对 就不要评判别人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来泰国之后 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受到的 就是社交圈的变小变简单 很多时候在国内社交是我不愿意 就是你本身 是我们俩吧 很讨厌出去 社交 或者很讨厌这个人 我觉得这人 哎呀算了 去 你内心不认可这个人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选择 他可能是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领导 或者想要他手里的资源 对 你又没办法 就不得不去跟他社交那种 然后回来自己又很阴谋了 对就很累 对 但是在这边不会 有的中国人来以后可能不是那么习惯这边的 就说他家可能怎么那么冷漠 那么怪是吗 对对 都挺怪的 这个人 有很多人跟我们说过这个问题 但是你可能要习惯习惯 我觉得你自己也不必那么装 就也不必照顾大家的面子 就无所谓 对对对 你不高兴你就走 我们也不会在乎 其实这就是正正常的一个人的一个多关注自己 我们在国内的人也是在国内的朋友 我们现在看视频的也是多关注一下自己 不用关注一下 多爱自己一点 对对对 其实人家没有那么在乎 就算人家说了又怎么样 无所谓 我就想起来 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就是经常社交 然后社交到最后觉得自己真的 哇好崩溃 我就很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说了很多很好的 然后人家说你们是亲迈泰国宣传大使吗 你们又开始说亲迈怎么怎么好 泰国怎么怎么好 没有不好的点吗 我觉得我们也要说说不好的点 对不对 你觉得来改变你觉得有不好的地方吗 改变 我们的改变就是收入变少了 嗯对确实挺不好的 光想着玩 对 也不那么上进 就说你们啊你们天天在玩啊 啊好羡慕你们啊 然后一问你们现在收入就变晚了 我们收入比以前少了非常多 相信很多来泰国 我如果想定居的提前都要做好心理打算的 而且这边的赚钱机会也没有很多赚钱 首先你的签证不允许你工作呀 对 你不是工作签的吗 就算你有工作钱 你在这边工作他的工资也很低 对对对 而且选择也很少 对 还有被骗的风险 对吧 然后除了这个钱方面的降低 我们这个做事的积极性可能也降低了 是你吗 你呀 我有吗 我很积极啊 我每天我每天都很积极的在生活 你哪积极啊 赚点钱啊下班了 出去就喝喝喝 对 这个要说有一点不好的就是 下班了 有的人就觉得 来泰国肯定是会慢慢泰化的 对我们也有泰化 这个你肯定是要有舍有得的嘛 你要一天出去玩 你的精神生活变得丰富了 那你的拼命工作卷的 赚钱的这个节奏 肯定就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 泰化的意思就是变得跟泰国人一样了 我今天赚200块钱 我立马也就出去喝咖啡了 我今天赚500块钱 我立马也出去吃烤肉了 够用就觉得就够了 不像以前觉得 我要赚够100万 我要赚够200万 我才能怎么怎么样 我才能买房子 我才能怎么样 没有 我觉得要就是享受当下吧 对 我在当下吧 对啊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不好的改变吗 就你自己的 我不说别人 我暂时想不到 开动你的想脑筋 为什么要舔一下 医修啊 就变得跟神经了是吧 有点不太 就变得有点不太正常 综上所述 就是所有的改变 改变 结合到一起 一句话就是没那么卷了 也没那么焦虑了 然后精神世界很充足 充足 对 就像我们做的第一个视频一样 我说来泰国就是为了摆脱焦虑跟内卷的 我们做到了 对 当然有很多人来了以后 不开心不快乐 对 好无聊 我经常看见有人发 好无聊啊 对 我们之后会出一期 哪些人适合来泰国 哪些人不适合 你觉得我们是适合的吗 我们太适合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见 拜拜